所以debtor跟creditor 这两个是刚好相对的 一个是跟人家借钱的 我主动给你借钱 我给你伸手要500块钱 我是debtor 你是我的creditor 你是我的债主 你是我的债权人 你可以跟我追着要钱的 你是creditor 所以debtor跟creditor 这个是不一样的 OK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那个权柄 那个authority Athor Athor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authority 所以就是只要把很多字 你重音抓准了之后 你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authority 动词呢 动词在第一个音节怎么念 动词在第一个音节 authority 是名词 authority 你有这个权柄 你有这个能力 你被赋予这个资格做某件事情 你被赋予这个资格做某件事情 authority 然后如果是动词的话是authorize authorize 被授权 被授权你就有这个权柄 比如说这个奥运会在我们中国举办 OK 举办的时候呢 这个某一个方面他就被授权 授权代理什么什么工作 授权代理所有奥运会里头的饮料 由我们公司来负责 我们被授权了 就是被authorize authorize 中音就变了 中音就变了 对动词的中音是第一音节 authorize 名词是authority 不一样 autho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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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right authorize 好 然后名词是authority authority 在第二个音节 authority 没错 所以authority跟authorize 是不一样的 一个名词 一个动词 OK 我授权你 我告诉你 你我授权你 你全权代表我 今天就给我打这个法律官司 authorize I authorize you 我授权给你 做这件事情 这个土地开发的项目 我授权给你去做 你放心大胆做吧 你办事我放心 I authorize you to d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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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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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做出 对 感谢观看